现在叙利亚战争的焦点,已经集中到了南部叙利亚重地德拉省。 对于德拉省,叙利亚政府志在必得,因为一旦权限解放德拉省,巴沙尔政府就统一了南部叙利亚,无论是之后东京戴尔祖尔解决库尔的武装,还是北上抗击土耳其侵略,巴沙尔政府在无后顾之忧。 不过,德拉省情况相当复杂,德拉省地处约大和格兰高地中间的狭长地带,德拉省叛军背后有美国和以色列两个大国的大力支持,以色列在格兰高地已经部署重兵,随时可以干涉德拉省战役。 而美国在约大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特种部队,也随时能够出兵干涉德拉省战役。 而且美国军方已经多次警告巴沙尔政府,号称德拉省在南部冲突交集区内,巴沙尔政府军不能动武,否则美国将出动军队,避免德拉省出现人道主义灾难。 而反观叙利亚政府军则有典型单影直的味道,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似图的进行之中,在这个关键时候,俄罗斯也采取了修缩战略。 在德拉省战役上,俄罗斯的军队暂时处于不明确表态和支持的状态。 至于叙利亚和以色列或者美国撕破脸皮,俄罗斯更是权力阻止。 不过,现在的德拉省北部,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开始全面进攻,具体在战场上,能免他枪走火。 必定叙利亚政府军对美国军队怨恨已久。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22日报道,在叙利亚中部城市巴尔米拉东南方向,叙利亚政府军像正在行进中的美国汽车激烈开火。 要知道在叙利亚美国军队一向是神一样的存在,没有内股军事力量,敢挑战美国军队。 因此这次叙利亚政府军向美国汽车开火,意义重大,据悉。 随后美国军队为了报复,出动了战斗机对叙利亚阵地实施袭击,造成了多名叙利亚军人受伤。 看来接下来,在叙利亚战场,尤其是德拉省战役,将进一步的混乱化。 美国一旦选择在德拉省出军,整个德拉战役就会彻底乱套。 美国一旦选择在德拉省出军队。 美国一旦选择在德拉糟机对叙利前套。